最近可能因为是空置税的问题 很多客人都想把地下室装修好用来做出租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如何合法的出租地下室 建议收藏 首先我们讲一下什么是合法的出租单位 合法和不合法这两种出租单位的本质的区别 就是前者是在市政府有递交图纸并且申请包批过的 申请包批的出租单位一般都有独立的厨房 独立的出入口甚至有的还有独立的洗衣房 而后者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在市政府被案报批 是不合法的 那您私自家建不合法的出租单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首先如果被举报的话 市政府就有可能勒令整改恢复原罩甚至是有罚款 第二呢如果发生意外 你的房屋的保险不会赔付你不合法增加的那一部分 那么市政府对合法出租单位的装修 又有怎样的要求呢 首先我们就要向市政府申请building permit建筑许可证 任何想在地下室做合法出租单位或者要加建一个厨房的 一定要申请building permit 千万不要投机取巧 一旦出现任何消防的问题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根据不同城市的要求 我们需要给市政府递交architecture drawing 或者是mechanical的图纸的 其次就是消防的要求对于合法出租单位政府对消防是有很清晰的 说明和严格的要求的出租单位的天花板 furnace和楼梯通道必须是用防火的灰板来隔开的 并且呢 furnace room里面要加装一个烟感器 如果设备感应到有烟雾就会自动的关闭 确保烟雾呢不会顺着管道飘散到整层的房间 那么另外呢 一楼和二楼地下室的感应器要全部的连接在一起其中 一个响就会影响其他都会响吧 第三就是独立的出入口 独立出入呢 是做合法出租单位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如果您的地下室是在地下的话 那么你需要在进门平台处做下水 可以连接在房子的weeping tile上面或者是用sum pump排出去 目前大多数城市都是要求业主用sum pump排出去 从而减少市政府管道的压力 市政府呢也相应的提供了sum pump的credit 一个分门需要有的是楼梯 扶手栏杆排水 路护的感应灯以及保温板 第四当然就是防火门的要求了 finance room的门分门以及通往一楼的门 一定是要用fire rated door 符合市政府防火要求的防火门 那第五呢就是隔音 所有天花一定需要用隔音棉 或者是隔音的材料来处理 确保楼上与地下室可以保证最大化的互不干扰 第五当然是门窗了 市政府要求卧室的开窗的面积 不得低于这个区域的2.5% 如果是客厅的话 开窗的面具不得低于5% 门窗需要达到市政府building code的要求等等 以上就是做合法出租单位的一些基本的要点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呢 请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感谢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雨晨 我们下期见